声灵奇境观众最喜爱的声音 朱亚伦凭借经验苏罗的百变之声获得声灵奇境冠军 陈凯歌都忍不住称他这项镜儿简直天衣无缝 影证更是称其为声音的怪物 而韩雪和张鲁一二人的配音泰坦尼克号 看哭了梅婷和迎评多少观众 朱亚伦独冠我却被韩雪圈粉了 配音是一门很考验演员功利的语言艺术 配音演员们用自己的声音和语言 在荧幕后话筒前进行再塑造和完善 各种性格色彩 新名的人物形象的一项创造性工作 韩雪张鲁一演绎的泰坦尼克号看了不下五遍 很经典 他俩真的配得挺好的 也有感情 韩雪就像仙女一样 看他第一期声音奇境的时候就很惊艳 张鲁一对于表演有着更深一层的理解 而且他还取得了北京大学的艺术硕士学位 正是有着丰富的内涵积淀 因此张鲁一对所有人物总是有着更多独到的理解 韩雪那句come back声嘶力竭 让人瞬间感觉清零泰坦尼克号 美美悲惨的情景 生情并茂 惹得观众也不禁潸然泪下 最后吹哨子的时候简直戳中泪点 一人为爱而亡 一人因爱而生 爱你原本只是一瞬 却不知在时间的洪流中成永恒 现在的中国影坛 韩雪确实是特立独行得意双心的老戏骨 韩雪从来不靠飞闻炒作 也绝对不会被男人包养 韩雪外形青春亮丽 却非常努力 属于明明可以靠颜值 却偏偏靠演技的那种剧星级的优秀演员 本来看张鲁一和韩雪哭了 结果郭德纲那句他是得穿件毛衣 我又笑了 而让我真正震惊的是 韩雪晶芬升级玩转八个角色 配音头脑特工队惊呆众人 又是一段刷新感官的神级配音 通过哭喘气笑吼 韩雪把喜怒哀乐怕 各种情绪迅速变化 台词气声无缝连接 八个音色都与卡通人物神贴合 轮流轰炸的角色之间 快速互动又自如切换 这波高难度操作真的吓到我了 而韩雪自己也说自己 爱哭儿童欢乐多 自己和自己们能玩一天 女神请收下我的膝盖